测验前的最后确认 听好了 不要擅自行动 测验规则都明白了吗 手帕和纸巾都戴了吗 阿斯特别点名克拉拉 可不要丢下后背不管了 要好好观察周围后再冷静行动哦 因为你可是前辈啊 测验进行中 克拉拉小队正抵抗着苏基老师的猛攻 敌人是巨大的植物家特林 克拉拉看出苏基是用那根笛子在进行操控植物 就算想逃跑 现在只能一位被动防守的我们 也根本无法移动半步呢 感觉稍微露个头就会被干掉 呜 斯托洛被苏基吓得够呛 不愧是植物之母 如同连魔物都能慢慢绞杀掉的千魔花一般 我们也会被一步步逼到走投无路再被杀掉 耶马史无语被杀掉倒还不至于 不过气球破掉的话就结束了 我们该如何突破呢 正准备问克拉拉的时候 只见克拉拉一边放着友好合唱 一边搞一些有的没的 一言不合还整一段说唱 耶马史无奈总之先定下策略吧 用脑子对克拉拉来说有点困难 这样那样什么的 莫名其妙就想到入肩吃东西的样子 后被问克拉拉想到办法了吗 有的话请务必告诉他们 此时的克拉拉脑子一片混乱毫无头绪 之前阿斯就说过他做事不经过大脑 都说了你别总是拿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出来 克拉拉认为才不奇怪呢 很有趣啊 不论扔着揉着捏着看着都很奇妙啊 阿斯无语那不就是奇怪了吗 入肩认为克拉拉的能力果然很厉害呢 虽然有时会被骂 不过呢 克拉拉只会在有趣的事情上使用能力呢 所以这个能力是克拉拉专用的 夸奖克拉拉真是玩乐的小天才吗 自己是玩乐天才 能力只用在有趣的事情上 关键时刻还得靠入肩 克拉拉一下子就有了主意 我所认为的 有趣的东西 随后克拉拉取出大量的气球在空中迷惑苏基 他得意说道 让你分不出哪个才是真的 苏基老实人狠话不多 既然这样 全给你弄破了 随后加特林又开始一阵突破 气球逐渐被打破的同时 下方斯托洛利用能力也在制造新的舞蹈花 带着气球扭动 经过一轮输出加特林子弹耗尽陷入冷却 还挺能干的嘛 重新装弹后再来一轮 却发现克拉拉出现在身旁的花中 让苏基稍微有意丢丢意外 不久前克拉拉商量想要敲咪咪接近苏基老师 有能让我飞过去的花吗 斯托洛震惊以自己的能力来说有点办不到 叶马指着加特林询问做到那个上面怎么样 每发射一定数量后 他就会把枪头收回去 斯托洛担心如果时机没有把握好 就会被打成马蜂窝的 耶马史让他们对这方面不用担心 要说构造 他可以全部看清楚 他们家族是公益的加系 马尔巴斯F耶马史 加系能力名为完美掌握 能够掌握各种物质的构造 当子弹用尽时 趁他缩回根部进行重新装弹的那几十秒 由耶马史搭手趁机将克拉拉扔过去 等花回到主人身边后 学姐就是现在 吃我一招 胡椒炸弹 苏基被偷袭得手后 喷嚏不止无法再正常吹笛 趁这个间隙三人把腿开溜 气球平安无事 克拉拉也在后背面前嗅了一波 克拉拉玩得很开心 很有趣对吧 斯托洛一边谢谢克拉拉一边 自己用树枝扎破自己的气球 两人呆了问他在干什么 斯托洛很慌张 身体擅自在行动 他发现了手臂上紧紧缠住的丝线 苏基解释这是操纵根草 极细的半透明根筋会缓缓地攀上猎物 操纵猎物并令其成为养分的稀有种类 他两眼发红地表示 得要让他们知道 把少女脸庞弄花的罪过 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惩罚时间到了 此时入肩这边也同时听到了 气球戳破的声音